那今天的儿童的重症个案比较多 八例的儿童重症全部都是密斯西的个案 儿童确诊后康复仍不能大意 29号八例儿童密斯西个案 共有五男三女其中三人还在住院 其中一例三岁男童五号确诊16号发烧 四天后急诊住院验出轮状病毒 另外一位八岁女童14号确诊 抑制后全身皮诊 23号急诊检查发现感染肺炎没将军 两人目前都转一班病房治疗中 目前国内确诊儿童累计136例重症 其中70例都是密斯西 五岁以下就有43例 年龄层实际上已经翻转了 就是说针对幼童的部分 这个所占的比例已经高达六成 70例的这个密斯西的小朋友的个案当中 只有十位是有接种过疫苗的 29号本土新增22983例 死亡57例 境外一入高达306例 中重症140例 目前本土11例BA.5个案有7人都是因为阶级感染 北部1例 高雄船厂家庭群聚3例 但BA.5未来会不会造成本土威胁 估计说一天最高会有5万例 我想这个并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我想这个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指揮中心预告设置会有更多BA.5病例 但入境旅客因为防疫措施严格耗时 在机场等太久仍有怨言 指揮中心也宣布从30号开始取消客机货舱消毒 但人保留行李输送带喷洒消毒液 预估可以缩短40到50分钟的等候时间 客舱的消毒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在现阶段能持续维持 芯片一株南方就怕本土再陷入危机 8号防疫政策也没打算松绑维持现行措施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